用地铁逃生最高战备值前三位的子弹树持截 这得多少呀 男胖子套房自然不必说 三块百元子了也带上 枪械中钢铁A打是最贵的 以及手下里的劳斯莱斯歇士 再装点最高规格的配件 150万 这期挑战绝对是我玩过最贵的挑战内容 这阵仗还开啥香 直接神仙下凡夫着去 突然想起咱们还能带个平底锅 安排上 那么最终战备值1509K 这把的子弹树就是150 懂啊 喷子家居天下第一 恭喜这位铁丝获得我这一生的顶级装备 记得两天内找我领取奖励哦 咱们挑战开始 落地搜了半天也没找到我想要的枪 索性选了大炮加686 其实最理想的组合应该是 S2K加M24 我去啊 真是穷穷极啊 猛拿火力车了不起啊 有本事开到楼上来用啊 哎呀 朝这个方向来了 准备借客 先来个烟 再往上拉扯 卡个身位 嗯 很好 现在门将也就位 有请我们的第一位 周梦伦 这下明显没有钢钢大鼓骑士了 老规矩啊 火口不能流 今天碰上我啊 你们就得坐大牢了 哼 我就喜欢这种挨个色的鹅鹅啊 最后一个是憨憨 又怂又无感开枪 打个侧身 直接带枪 嘿 偷偷的劳车队伍啊 也就一个八倍剂能用 再搜刮燃子弹 158 完美凑齐 走 寻找下一队追猛人 哎呀 不好 又是海盗飞车的 看到毒狼就猛追 玩不起是吧 来 靠边停车 咱们皇城逼给 嘿 想不到吧 除了宿舍楼啊 野区的楼梯 我一样没手 好家伙 道具大作战要说一事 等你们丢累了再说 掐鸡马 不丢人啊 呦 你发现了 nice 真是完美不伤害 嗯 等不及救队友了吧 到窗外砍一下 很好 咱们找找机会上个楼顶 先补了再说 这边措死我又来一个 哦 走位是吧 旋转是吧 原来是他们队友啊 又一个捞车队伍 走 去圈面转转 没准啊 还能捞一两个 倒一个 加人头的机会又来了 懂的都懂啊 我知道你和鲨鱼一样拿枪线去 不过呢 鲨鱼的战术能学到 但其实呢 这个每个人的技术吧 他总有自己的想法 你这身吉利服啊 就是化成灰舞的人生 刚才位兄弟啊 你可以安息了 各位 全体目光向我看齐 我宣布个事 今天这烤鸡 模样了 不服的话啊 我直接就是一个变色警告 走先 最后 如果你也有一些细节五官的挑战主题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告诉我哟 拜拜